肖亚轩是个很诱惑的地方,俊男靓女不计其数,因此很多富二代也加入其中,肖亚轩的家庭背景也很不错,肖亚轩也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,她的母亲曾是远超国际的董事长,不过在五年前已经去世了。 肖亚轩1979年出生于台湾桃园县,99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《销量超过50万盒》,曾获得全球华裔唱片最高销量艺人奖,全球年度销量最佳华裔歌手。 代表作品有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突然详细你,爱的主大哥,一个人的精彩等,被称为娱乐圈的小天后,但这位天后的童年并不快乐,父母离异导致肖亚轩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里,母亲无疑是个女强人, 通过不断努力,终于获得亿万家财,终于让肖亚轩他们姐弟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不幸的是,肖亚轩的母亲在几年前去世了,但留给肖亚轩十几亿的遗产,如今快40岁的肖亚轩还是单身,但是了解肖亚轩的粉丝都知道,她的感情经历却很丰富,交过很多男朋友,但这些男友有过共同点,就是都比肖亚轩小很多,是典型的小鲜肉。 年轻时的肖亚轩很美丽,可以吸引很多小鲜肉,如今将近40岁的肖亚轩,没有让以前那种妩媚也不再漂亮了。 网友留言称,属于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还是找个好人赶紧嫁了吧。